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西班牙克里斯蒂娜公主号Infanta Christina,在28日上午,进入直布罗陀附近水域,并拒绝离开。 目击者称,这艘船离岸一英里半左右,英国皇家海军派小艇与其对峙。 英左下,西,右,西班牙这艘护卫舰长291英尺,排水量1640吨,还配有鱼雷、排击炮等武器。 而英方只派出了一艘排水量,只有24吨,长52英尺的巡逻艇HMSF-CBR,HMSF-CBR,两艘船对峙了近两个小时之后。 西班牙军舰在中午左右离开。 对比声明,英国政府称此事侵犯英国主权。 外交部发言人告诉每日邮报,说西班牙军舰在皇家海军的挑战下离开。 并表示,和每次西班牙入侵领海的情况一样,我们的皇家海军向其发起挑战。 之后西班牙军舰离开了英国领海。 英国网友就此事做出了评论。 有的人说,我们是在搞笑吗? 派各军舰来。 大船都哪去了? 有的人说,西班牙人买得起武器吗? 还是来放烟花的。 幼稚。 小小的皇家海军,就把他们吓跑了。 没骨气。 意料之中。 告诉西班牙人。 他们再来我们就击沉他们的船。 还有人讽刺道。 真好。 我们现在还是欧盟成员。 我们有如此忠诚友好的盟友西班牙。 他们只是另一批想来英国的移民。 近日,由于英国脱欧问题悬而未决,直布罗陀的局势持续紧张。 28日的事件是今年西班牙船只第五次入侵英国领海。 上一次是在两周前,西班牙军舰试图命令商船离开直布罗陀。 当时英国国防大臣家文威廉姆森·格格尔·威利尔森,曾提议英军,可以向西班牙船只打油漆弹来羞辱他们。 好。